第六题 雨温用玻璃棒敲打诱途中四个装不得亮水的相同酒杯 请问你他敲打酒杯的顺序为何 才能得到四个由低音到高音的声音 那我们知道这在烤我们 在相同材质的时候 材料越轻薄短小紧 它的音调就会越高 当我们去敲打这个酒杯的时候 是整个酒杯含水在震动 所以水如果越多就表示越重 它的音调就会越低 水如果越少就表示越轻 它的音调就会越高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A的水量最少 所以它音调会最高 那么最高 那么低的猪的水量最多 所以它的音调会最低 所以如果要从低音到高音 应该是先敲猪 然后是C 然后是B 然后是A 所以它次序应该是 猪CBA 所以第六题的答案 我们要选择的是猪 猪CBA 这样的次序 我们才可以得到由低音到高音的声音 就是我们的第六题